那接下來的演講題目是 PyPTT 當Python遇上PTT 演講者是CodingMan 那我們掌聲歡迎CodingMan 喂 喂 好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大家花時間坐在這邊 聽我分享 今天 其實很難得 今年看到PyCon在南部舉辦 我先問一下 今天是第一次來PyCon的舉手 其實蠻多人的 其實我也是 好 我們進入正題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PyPTT 當Python遇上PTT 那第一步呢 我就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CodingMan 那今天講到的任何範例 還有一些投影片 都已經放在QR Code上面了 那如果會後大家有問題的話 或是你想要找你想要找的範例 你都可以在QR Code裡面找到 好 首先呢 我是一名鄉民 對 因為今天題目跟PTT有關嘛 那目前我主要有參與三個 三個Open的Project 第一個是今天的主角 PyTTT 那第二個是UBT 那目前呢 仍然還在開發當中 那我這邊工商一下 我們這邊有在徵求UIUX 還有可以維護使用者授權條款的法律夥伴 如果你有認識這樣的人或是你就是這樣的人 歡迎來找我 好 第三個就是PTT官方的App 那目前也還在開發當中 那這邊有可以看到我們提案人士主義跟PTT的總監OK Cool 那這邊呢我們有在徵求測試版本的使用者跟任何領域的工程師 如果你有任何興趣或是想要了解一下都可以找我 好 那進入我們今天的Outline 那第一個呢我會先介紹一下 欸 到底什麼是PTT 就是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欸 我們到底PyTT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它到底可以發揮怎麼樣的潛力呢 那第三點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到底用PyTT呢 使作了怎樣的東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欸 這個PyTT已經這麼古老的架構 我們到底還可以發揮怎麼樣的潛力 對 好 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會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API的使用 比如說安裝啊 或是簡單的PO文啊 推文之類的 那最後呢倒數第二個 我們就會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demo 那今天用到的所有的連結呢 都會放在最後一個章節reference上面 好 那到底什麼是PET呢 PET呢其實就是台大電子報告的藍系統 那它也是台灣目前最大的BBS站 它有自己的獲率跟法律 然後呢它也可以使用Telnet SH跟WebSocket來連線 我在這邊放這一頁啊 其實想要說的是啊 即便是大家覺得PyTT已經沒落的現在啊 它每天平均都還會有一萬篇以上的文章產生 那當我隨機的去抽取2000篇的文章的時候 我算出來是每天文章平均都還有16個以上的推文 我這裡想要說的事情是即便是現在PTT每天產生 內容的文本的動能呢 還是非常的巨大 那坊間其實有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爬蟲 它可以 都可以在PET上獲取資料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到底能不能提供一個介面 讓那些爬蟲重新反除自己的資料之後 再重新回饋給PTT 那這裡呢我就是 也是我做PyTT的其中一個原因 好 那到底什麼是PyTT呢 這裡呢就要從2017年啊開始講起 那個時候呢我有個需求是自動化的抓超貼 比如說像八卦版啊它有一個版規就是 它一天不能PO超過五篇 像汪提版啊一天不能PO超過三篇 那那時候都要手動複製貼上到隱色 然後去整理那些東西 那比如說像八卦版啊汪提版 那種文章量很大的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麻煩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也想要做一個深度學習鄉民 到底我能不能寫一個程式 然後讓這個程式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自動的產生出 對它產生出獨一無二的推文 然後把它推回去呢 我覺得這個題目是有趣的 好 那個時候我就整理一下我所需要的API 登入嘛 推文 貼文 爬文 然後最後登出 那時候我使用的語言是Python 那時候我就在試了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用Python 對PET做出這樣的事情呢 好 那身為工程師 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就是在Github上面找嘛 對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找到這樣的東西 欸 PDT Auto Login Post 它是一條融式的登入貼文登出 我想說 欸 它都把它串起來了 好吧 那我應該可以幫它模組化 這沒有什麼問題 那那個時候呢 欸 這時候還缺了一個Python嘛 所以我就找了網頁式的Python 但是我發現它有一個很致密的缺點 就是它的推文不及時 那也就是說呢 那個時候我發現Github上呢 就連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所以呢 我就自己寫了一個 對 那我們到底寫了什麼東西呢 我寫了一個純Python的PTT API 那這邊呢 喔 這邊 右邊可以看到 它是它的QR Code 那目前我剛剛看已經456顆星 就是也歡迎大家點心心點讚 給大家一點時間掃描一下這樣 然後 喔 這邊稍微列了一下 大家比較可能會有興趣跟常用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文章啊 就推文 發文 爬文 回文 信箱記性 抽信參信 有支援丟接水球 非常方便 那這邊的API呢 有分一般使用者 版主 還有站長 對 我們這邊也有幫站長呢 去規劃一些自動化的功能 如果你是站長 歡迎可以 歡迎找我來 我們可以來使作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呢 站長功能呢 因為安全呢 因為目前是隱藏起來的 看不到 對 好 那 主機這個方面呢 我們也完整的支援PTT1 P2 而且啊 甚至啊 如果你有在Local Host 測試的需求呢 我們也支援PTT Docker 支援呢 可以非常說是非常的完整 再說一次 歡迎大家點心心點讚 對 好 那我們到底用PiTT10 做出了怎麼樣的東西呢 欸 那我們在開發初期 我們第一個想要知道的事情是 我們的API到底無不穩定 所以呢 我就做了一個投推機器人 每次一有文章呢 我就隨便推了一個投推過去 然後 就被水桶了 對 所以我就改變了一下做法 我就寫了一個五樓機器人 好 那相對於投推機器人呢 我們多了一個功能是爬文功能 因為我需要知道說是 目前這張文章已經推到幾樓了 所以我需要去算一下它的推文數 然後再搶五樓這樣 對 然後第三個是準點貼文機器人 準點機器人它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跨年搶第一篇 那這個機器人呢 在2020的新年呢 在那瞬間湧入了數百篇的文章當中 成功搶到了第三名 我覺得雖敗 但是猶榮啦 好不好 對 對 對 然後我們這邊呢 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的API 就是取得PT的時間 因為我在測試這個功能的時候 發現 欸 我的電腦 我明明已經跟那個time server 已經對比過了 為什麼跟PT的時間還是對不起來 我發現有可能10秒 甚至到30秒的時間 非常可怕 如果你想要達到搶第一篇的功能的話 取得PTT的時間 就是非常必要的一個功能 對 第四個就是魔法式終結者 這是一個比較屬於偏向人性的一個題目 它的功能其實就是偵測關鍵式 那PTT就是取得最新的文章 爬文寄信 欸 大家會想 欸 為什麼要叫魔法式終結者 這是因為啊 就是從人性化的角度出發呢 通常大家會拿來偵測的關鍵是 比如說像真男啊 聊天啊 或是圓波女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幫助大家 就是找到好對象 對 好 因為本人呢非常中二 所以做了一個地震文機器人 但是我遇到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欸 我不知道地震什麼時候來啊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又配合了一個軟體 叫地牛Wayup 來幫助我呢 來接收地震的警訊 那這個警訊來的時候呢 它會trigger你所設定的一個 一個batch檔 或者是1X1檔的 然後這時候呢 派PTT就是會幫你神速的貼文 那這個呢 欸 這看得有點不清楚 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呢 我成功地搶到了地震文 對 yeah yeah nice 對 好 就是剛剛有講到一個 深度學習鄉民嘛 沒錯 我也把它做出來了 yeah 然後就是 這是我最後的一個 史作的成果 就是機器人看到今天還是一樣熱 中午 上班中午出去覓食都覺得熱 那機器人就回答 同意超級無敵熱的 好 這邊那個3呢 就是箭頭 那也就是說 機器人看到這邊文章 就回答 欸 箭頭 同意超級無敵熱 欸 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 可以告一個段落了 我可以換下來一個題目了 對 好 這個就是一個 超推工具 這是一個版主面的一個工具 我有把它使用出來 比如說像汪體它 每天不能po超過三篇 那這邊有用到一個特別的技術 就是它可以取得特定範圍日記 的一個文章編號 那如果你有類似的需求 你可以看超貼工具的程式 或是跟我討論也可以 那這邊有一個值得可以看到的地方 就是它在4秒的時間內 就把354篇文章處理完畢了 對版主來說 節省了非常多時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現在就可以去測試版看 那個Gansel版的版主呢 就是每天都會執行一下這個程式 因為它會貼一個抓出來的結果 到測試版去 我每天也看得到這樣 對 好 這個也是一個 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的一個題目 這個主題其實是表特機器人 那我們有融合了Facebook的API 跟Telegram的API 那這邊呢 會自動的把一些 30推以上的文章 把它貼到一個粉絲專頁上面 大家不用緊張 等一下有QR Code讓它掃描啦 對對對 好不好 那Telegram的表特機器人 它每天早上6點呢 會更新2000張的圖庫 絕對不重複好不好 而且是50推以上 品質絕對有保證 OK 好不好 對 那這個呢 就是實際使用的範例 那這個打 這個 你給它輸入正妹 它就給你一張圖 你就打一群正妹 它會給你三張圖 那大家覺得 欸 我還要打字 怎麼那麼麻煩 欸 不用緊張齁 我這邊有回傳一個表單 你用手指頭按就可以了 對 那誠心推薦 如果你要上班使用的話 用Telegram就好 不然老闆整天看 你再看Facebook 對 好 這邊是QR Code掃描時間 我放這麼大 應該蠻好掃描的 對 給大家一點時間掃描一下 欸 左邊就是Facebook 右邊是Telegram 對 對 好 我看大家差不多把手機放下 好 我要換下一頁 你找不到在那個 我的那個 那個網頁上面找得到 好 來 我們下一個 欸 我們接下來來講一個 比較正經一點的題目 叫做PT One Time Password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 因為PT從大概25年前就有了嘛 所以它會有一些歷史包袱 那它的PT密碼呢 最多支援到8碼 那在一些密碼檢測網站啊 它會用一些 用現在的電腦運算的速度去估算 即便是8碼的亂數密碼 它平均呢 兩個小時呢 就破解完成 你只要睡一個覺 你的帳號密碼 就已經被拿走囉 對 那很遺憾的是 目前啊 系統沒有辦法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所以在這裡呢 我就使用了動態密碼 每30秒更換一次密碼的特性呢 來大幅提高你PT帳號的安全性 那演算法呢 其實已經公開在RFC6238這個標準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邊呢 右邊呢 就是它實際運作的情況 那你只要在 這是在弄在你的電腦上面的 你只要用滑鼠呢 點一下這個數字 它就會自動呢 貼到 複製到你的剪貼布裡面 你那時候 只要打開PT 欸 我就可以貼上 來提供你的PT帳號更高的安全性 欸 那大家會問書啊 我用App怎麼辦 欸 不用緊張齁 我們這個演算法也支援 Google Authenticator 跟Microsoft的Authenticator 那右邊呢 就是它實際的運作的情況齁 但是大家也不用緊張 還不要急著下載 那我這個呢 要等PT釋出信箱重設密碼功能的時候 我才會推出來 因為 以目前的流程啊 如果 你的帳號密碼被搞爆了 你也不知道 Alog也看不出來 啊 錯賽啊 怎麼辦 目前的流程呢 需要到帳號部提出申請 然後經過一個 永長的流程呢 你才可以拿回你的PT帳號 對 我一定會被使用者殺了 所以呢 現在還沒有推出來 對 好 這個題目呢 是從那個人性的角度出發 對 我非常做 喜歡做一些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的題目 這個是PT Talk 其實就是呢 聊天配對服務 你在網頂版每天都會看到 很多人在徵求聊天 對不對 但是我一旦PO文之後 我就會被一些 一些文章複製的網站 複製到上面去 即便是我刪文了 那文章也還是帳面 我想要有一點privacy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只要呢 對這個deep learning這個帳號呢 丟水球或寄信 你就註冊你想要用的通信方式 比如說這裡有line啊 在內信啊 水球 那這裡呢 如果你進行給deep learning之後 成功註冊 他就給你 你已經成功註冊了 這些通信方式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有萬中選一的一個鄉民呢 跟你註冊了一樣的通信方式呢 他就會告訴你 你成功配對囉 這邊是打mysike 然後請交換 那個 你跟他一起註冊的一些 通信方式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呢 就是在內信 那目前已經下線了 因為 太少人使用了 對 那對PiTT而言呢 其實就是收發三信 跟接水球 對 好 那這個呢 就是UPTT 水球通訊軟體 目前呢 也仍在開發當中 對 我這邊再重申一下 我們有找URUXX同朋友 然後也有在找 使用者出現條款的法律夥伴 對 好 好 我們回歸正題 那 我在這邊先問一下 知道水球的舉手 知道水球 好 那你知道水球指令的舉手 欸 少很多對不對 那你覺得水球好用的人舉手 太好了沒有人 對 好 稍微介紹一下水球是什麼東西 水球在1996年呢 在陽光海灘的BBS上面出現 但是以現在的角度而言呢 水球指令非常不親民 聊天體驗不佳 我就要多一點人丟我 三個 老一點的訊息 我要怎麼回 我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但是 但是 即便是這麼難用的現在 2020年呢 依舊每天都有人徵求水球 所以我在想說 欸 我到底能不能為這些人 做一些什麼事情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各位可以使用 呃 比如說 電腦上面的Telegram 或者是Line 這些視創界面 來丟水球的話 那這件事情 是不是變得簡單易用很多 對不對 對 那這個呢 所以呢 我就來做了一個 UPTT的一個project 那 它的底層呢 其實就是透過水球呢 來幫大家傳送這樣 然後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實際上我們demo的一個畫面 那就是丟水球 你要丟誰水球呢 那這邊就是 我跟那個前端姐互測的情況 對 好 太好了 我們要進入API了 好 那大家如果有用Python去 呃 安裝一些第三方的韓式庫的話 對Pype應該就會很熟悉 我們打Pivot 然後 install PypeTT 就裝完了 然後它的import呢 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取得物件 然後login 然後logout 那在接下來的API呢 發生的所有事情呢 我們都會在login跟logout 中間發生 那這個右邊呢 就是它實際上 登入跟登出的流程 你看有沒有 看其實沒有很清楚 但是可以看到 登入的速度其實非常快 對 一下就登入了 好 好 我們來講一下初始的一些設定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我們支援PT1 PT2嘛 那如果我要跟PT2 使用那些API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 就host 然後把PT2塞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localhost 等一下下一頁會說 對 是在下一頁 對 好 那如果我要用Telnet來連線的話 我們就用Connect Mode 然後把Telnet塞進去 因為 為什麼要具備這個功能 是因為說 因為平常都是用WebSake嘛 它的底層是用TLS去做連線的 但是 有一個萬一 就是在Mac上 比較容易出現一個情況 是說 我的那個 屏證是 沒有辦法跟 被那個PT的系統信任的 所以 在這個時候呢 你 就可以 臨時的使用Telnet來做連線 但是不建議啦 這樣你的帳號密碼 就是在網路上裸奔 對 本人是非常不建議 就是希望你盡快的 處理掉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如果你有在localhost上面 測試的一個需求呢 就是這樣設定 這個就是一個實際的一個 一個範例 設定的範例 我們把Telnet 設定進去 然後localhost 設定進去 那它的這個Pone呢 會預設開在8888上面 那目前呢 我們只有支援PTT Docker 對 如果是自己便譯的話 可能還要再看一下這樣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推文的 推文的API 其實也很單純 你看看板 Push 那Push這邊呢 有支援推虛箭頭 對 在這邊有支援推虛箭頭 那這邊有一個Content 大家會想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分段推 不用擔心 因為每個看板的設定不一樣 比如說我的ID有沒有對齊啊 那我的推文有沒有記錄IP啊 那些長度每一段都會 這些設定都會導致每一段推文的長度不一樣 所以PiTT裡面內部都已經幫你處理好了 你就整段推進去就可以了 它就幫你自動分段推 那如果這個看板沒有支援快速推文的話 它就每五秒幫你推一次這樣 對 那這邊定位文章的方式呢 有文章編號跟文章的AID AID就是長得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 好 那接下來看貼文 貼文跟剛剛的PO文 跟剛剛的推文很像 就是一樣看板 標題內文 那這個1呢就是文章類別 那以八卦版為例呢 1號就是問卦 2號就是報卦 那這最後一個數字呢就是簽名檔 對 好 那接下來跟介紹一下PiTT的一個獨家的一個功能 就是登入式的爬蟲 那其實呢就是登入PET 然後取得資料 它有什麼優點呢 就是大家可以取得最即時的推文 因為網頁版呢 我推了一個文進去之後 我們可能要過幾分鐘呢 我們才可以看到 我剛剛推進的文章 對 我不想等那麼久 所以我來做一個登入式的爬蟲 那它其實呢 在爬蟲的時候呢 也可以使用到PET內建的一個條件式搜尋 比如說我想要看Codyman的文章 可不可以 可以 我想要看100推文章 可不可以 可以 對 那我這裡還有一個提供一個query mode 就是如果你只有需要文章按Q 跳出來那個小視窗那個訊息的話 你就可以把query mode打開 它的效能會好非常多 那它有一些缺點 它的效能呢 比那個網頁爬蟲 Scrippy來得慢 這是因為呢 BBS的架構天生需要翻頁 當這個文章很長的時候 我會需要翻頁翻頁翻頁 我才可以把整個文章爬完 所以這先天上就是會有劣勢 那這邊指列Scrippy的意思是說 這個PyPTT其實還是比Selena 還有Request加美麗湯來得快很多 好 那我們現在有一支取的文章的API 我們遇到的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知道第一篇的文章編號是E 那最新的文章編號呢 所以呢我們這裡就有一支API叫做 Gain new this index 我們這裡就是把BBS帶進來 然後把看板名稱帶進來 好這邊其實也有支圓Mail 但是我們在這邊沒有要討論 它是怎麼用的呢 當我們這裡取得了一個最新文章編號的時候 我下一次再取的時候多了N 這時候我的機器人呢 就只要處理多出來的N篇就好了 我不用花費其他的記憶體去記錄其他東西 這個文章我處理過 這個文章我沒有處理過這樣 是這樣使用的 那大家會問說 那我加了條件之後 它的文章編號是不是又不一樣了 對沒錯 所以呢我在這裡呢也支援 可以把條件塞進來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呢 就是啟動關鍵字搜尋 那這裡呢就可以把所有的公告文呢 全部列出來 那取得公告文裡面 所有的公告文的一個文章的一個編號 好 那我們現在有了文章編號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來取得文章了 對然後這邊就是把剛剛的index帶進來 然後看板index 那這邊也有提供那個aid的方式 如果你已經有文章的aid 直接帶進來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就可以 不是 好 那大家會說 我剛剛 我剛剛代入條件取得文章 取得的文章編號會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如果有 有帶入文章來取得的編號的時候 你也要把同樣的 同樣的條件一起帶入進來 那這個index呢 才會是對的 對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 就是把所有的公告文 把它全部列出來 對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成功的取得文章的結構 文章的資訊 對 好 那這邊再講一下 如果你這邊如果按q 就會跳出一些資訊 如果你只需要上面這些資訊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credit mode打開 它的效能呢 會好非常多 對 好 現在我們已經有文章的資訊了之後 我們這邊大概呢 列一下大家比較會常用的 比如說像標題啊 作者啊 時間啊 還有它的內文 IP跟location 那下一個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家會比較愛關心的推文 那推文呢 來判斷推虛箭頭呢 就是這個樣子 把這個type拿出來 推虛箭頭這樣 對 好 這裡就是作者 內文 IP跟time 那如果那個看板是沒有記錄IP的話呢 那這個IP就會是nones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我們的demo 好 這個demo其實就是超貼工具的一個demo 它是在正黑板 然後在今年的7月31號 去做的結果 那它的前一天就是那個 李前總統的新聞 所以呢 本人預估呢 在隔一天的正黑板呢 會有非常多人違規 我來撥一下 對 好 它就爬 爬爬爬爬爬爬 就結束了 好 我們來往上捲 你看到非常多人違規對不對 就是這麼多人 這正黑板真的很多人違規 對 好 我們暫停一下 我們這邊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在花4秒的時間內呢 就把363篇文章 處理完畢了 因為這個有把query mode打開 所以效能好非常多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reference 好今天用到的一些範例啊 還有一些程式碼 都會放在這上面 對 好最後呢 今天是我生日 對 謝謝大家 對 對 好QA時間 最後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或想要看投影片 都在這個QR Code上面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開放現場提問 有會眾想要問codingman嗎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 都可以問 還是大家只想加那個表特機器人 也可以掃這個QR Code 那還記得我剛剛提醒大家 就是有那個hackmd的共筆 那講者已經有把那個 他的簡報的那個link也放在上面 如果你來不及掃的話 你也可以到我們的hackmd上去 取得這個簡報 加那個表特機器人 好 OK 因為我們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開放一個問題 有嗎 如果hackmd的話 其實在會後 我們可以跟codingman 約去open space那邊 進行更多的討論 對 OK 沒有這時候 那不然我來問一個問題好了 那 嗯 可以請codingman分享 就是你在開發 怕你就是 在做這麼多case的時候 遇到一個 有 你遇到什麼難題 那你怎麼去克服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的難題這樣 印象最深刻的喔 對 就是在做那個 登入式爬蟲的時候 因為它 它 有時候 比如說 我一進去那個文章 但是我 我一按往下的時候 我會不知道 它底下到底 彈了幾行起來 有時候它下面顯示 我多了一行 但是它彈了三行起來 對 所以那 針對那種情況 我特別 撰寫了一個 有點小複雜的公式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 到現在 我只看到派TT有做 登入式爬蟲的原因 因為那個 case真的不好解 喔 對 它需要去 偵測說 到底跳了幾行新的上來 喔 就很難抓的 對對對 就是要 花很多時間去看它這樣 那目前 目前我是解決了 解決了 解決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把這個問題問完了 那如果還有什麼 會後的問題 想要跟Codyman討論的話 歡迎到樓上的open space 就討論 那我們再以掌聲 謝謝歡迎Codyman精采的分享